习近平主席适应拜登总统邀请 赴美举行两个元首的旧金山会晤 同时应邀出席APEC的会议 刚刚两个元首在菲律庄严的会晤 谈得很好 很全面 也很深入 总结起来 会晤有三个特点 一是战略性 拜登总统向习近平主席专门发出了一份 举行元首会晤的单独邀请 不同于本次APEC期间的双边会见安排 美方特别表示 这是一场中美峰会 可以说 无论是从会晤安排的独特性 中美两国和国际社会的关注度 还是会晤本身的重要性而言 这都是一次具有战略意义和深远影响的元首峰会 二是历史性 这次会晤是在中美关系处于关键阶段的大背景下 举行的 国际社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一个稳定的中美关系 习近平主席时隔六年再次访美 两国元首时隔一年再次面对面会晤 凸显了中美元首外交的历史传承和时代价值 也延续了习近平主席和拜登总统多年来的友好交往 必将成为中美关系史中的里程碑 当今国际关系中的大事件 三是引领性 会晤持续四个小时 全程使用同船 两国元首面对面深度交流 就树立彼此正确认知 妥善管控分歧 推进对话合作等最突出的问题 提出了指导性意见 就应对八亿冲突 乌克兰危机 以及气候变化 人工智能等全球性挑战 进行了全方位沟通 可以说进一步探讨了 中美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 也进一步明确了 中美共同肩负的大国责任 形成了面向未来的 旧金山愿景 为实现中美关系的健康 稳定 可持续发展 指明了方向 也规划了蓝图